还要小心到的就是热伤害了 专家是这样的看法 说未来这几个礼拜会越来越热 预估呢 在8月底之前 很可能会创下新高的高温记录 气象局的分析 交给资深记者彭慧云 世界气象组织预估呢 因为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 所以在今明两年 极端高温可能再破记录 那现在在我们台湾看到的呢 事实上就已经是很明显的 在7月12号的中午11点钟 已经在台东的长冰这边 出现了37.2度的高温 那么接下来第二名的是 在花莲的水莲县 在10.20分的时候 气温是飙到了37度 第三名是台东 36.4度 所以可以看到 花东这边的高温已经破记录了 那8月有没有可能再唱高温记录呢 事实上根据气象专家彭启明表示说 在7月4号这一天 美国国庆就出现了地表 10万年来首见的最高温 事实上这个是全球性的一个记录哦 而且是7月3号7月4号 连两天都破记录 那么未来几个礼拜呢 铁定是会越来越热的 可能在8月底前就创下了新的高温记录 那根据气象局的日报员林定尼的预测呢 他们是说现在看起来长期的天气展望 8月的气候预测平均气温 北中南东是正常到偏高的几率才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气温正常的几率大约是50%左右 那么出现偏高气温的几率大概是4成左右 但是会不会出现所谓的极端值 目前看起来还要再观察 那么还要来看到就是欧洲的案例了 有数据显示去年在欧洲的夏季 因为热浪导致超过6.1万人不幸死亡 那么今年的状况很可怕会更糟 再交给慧云带大家来看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热是一个全球共同的现象 可以看到这个夏天真的是好热 根据自然医学期刊的报道就指出说 这两年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极端高温 包含在去年的5月30号到9月4号 欧洲就有超过6万1千多人的死因 是和高温有关的 尤其在7月18到7月24号这段期间 因为产生了发生了严重的热让 所以有超过1万1千人死亡 那么根据来看到法国这边 他们的统计预测是说 去年夏季的气温上升幅度大 那么总的上升是2.43度摄氏度 所以事实上看到这个升值已经超越平均了 还有在意大利这边也有1万8千人 是因为高温而丧命 而且大多是80岁以上的长者 所以会特别提醒年长者 在这个很炎热的夏季 特别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安全 那么今年的部分可以看到 7月短短第一个礼拜 已经是有史以来 记录到最热的一个礼拜了 因为可以看到日平均气温是3度的打破记录 尤其在今年夏天才刚开始而已 很有可能会更糟 各国4年来首次看到 在夏季过渡到圣阴的现象 而且今年是预估说 这个圣阴的现象可能是中度到强度 所以预期说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 就是这个夏季的极端高温 可能再破记录 那么再看到有日本业者 在北海道探勘地热发电 但没有想到在过程当中 探勘井突然喷出大量的蒸汽 里头测到的深浓度 是标准值的2000多倍 所以引发当地居民的担心了 在这个会云 那日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危机 而且是正在发生当中的 就是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蓝月厅这边 因为三井石油开发公司 在探勘当地的地热发电资源 但是这边就有一口探勘井 在6月29号开始喷出了大量的蒸汽 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控制住 他们提出希望到8月下旬 可以减少蒸汽的目标 而这蒸汽事实上是有毒蒸汽 因为在检验了腹地内的水质 发现了这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身 那7月6号的时候 检测发现浓度是超标1590倍 结果三天过后到了7月9号 这个浓度是越来越高 已经超标了2100倍了 周边也被检测出有所谓的硫化氢 而且是有造成 已经有造成四个人的身体感觉到 不是头晕想吐等等 那事实上这个身呢 会造成慢性的身中毒 所以现在当地也提醒说要远离这个地方 那很多专家看到这样的现象 都说这个浓度呢 就完全就已经是有毒蒸汽 如果你接触到的话 可能是会皮肤溃烂的 所以现在呼吁呢 周边的居民千万不要被这个水蒸汽的水滴给淋到 那当局要怎么解决 还必须要等待专家提出解放 提醒中南部的长辈一定要小心登革热了 因为目前台南就是登革热的一区 那么要做的两件事 就是赶紧清扫居家的积水容器 避开并没闻 拉起水沟盖 一勺勺挖出沉积在底部的淤泥 尤其大雨过后 这些淤泥会造成水流不通 导致积水 这也是蚊虫最喜欢的地方 清里面的淤泥 淤泥要把它清掉 下雨才不会积水 不一定 有时候淤泥多要清很久 尤其夏天到了 是蚊虫滋生的耗发时期 除了修剪花木 避免蚊子躲在看不见的地方 就连可能积水的小花盆也不能放过 固定时间 乐园内就会进行广播 提醒园区内的大小朋友要注意 也在多处提供防蚊液 每周都会指派清洁员 在园区的 并没有人可能滋生的地点 实施寻道 清刷的并没有人防治工作 另外我们每个月 都还会有专业的厂商 来实施并没有人的消毒 会在营免时间以后 针对群园区内外 还有室内 做消毒的喷洒 药剂的喷洒 除了园区做好防护 民众自身也要避免招惹文字 我有带防蚊液 还有贴片 对 那现在有时候还会让他穿长裤 当他一直在抓的时候 觉得感觉好像他被钉了 对我们还没被 大人没被钉 他就先被钉完 尤其小朋友怕热 炎炎夏日 根本穿不住长袖长裤 只能是家长帮忙留意 登革热疫情风险增加 尤其常见的埃及班文 大多都出现在台南 高雄还有屏东 而过去在台湾曾经发生 严峻的登革热的疫情 是发生在2015年 当时造成了4万多例的确诊 而且还有600多例的重症个案 以及200多例的死亡案例 最近在中南部也开始出现 登革热疫情 6月底国内一口气暴增101例 有9成集中在台南 云林更出现一起6人群聚案例 甚至首线4例重症 机关署表示 国内本土登革热 从6月开始台南出现首例个案后 截至7月初已经累计173例 分布在台南高雄云林三个县市 也创下了2017年7月以来的最高记录 而这波本土登革热疫情 有超过4成 集中在60岁以上的长者 当然有些蚊子红 它的生长的特性的关系 它可能有一些会是容易在清晨出现 有一些是在黄昏的时候出现 一般对常见就是说 假如说它本身在身体是属于 比较高温的环境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穿着 是属于比较暗黑色的这个色系 或者说它本身在这个 我们运动完之后 身上的一些乳酸的堆积 在产生的这些酸类的部分的过程 也会容易比较遭引这些蚊虫过来叮咬 吸引远方蚊子 最重要的是气味 就是二氧化碳 当我们呼出气体 也正在对它招呼 而每个人被叮咬的反应都不一样 但事实上蚊子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 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世界上任何生物都来得多 理论上14天一波传染 但目前台湾的疫情源同未知 因此难以评估 喝啤酒或者是说 在有一些像容易会产热的这个食物 因为体温的上升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有可能会造成 在短时间之内 那就有可能会被叮咬的机会 会短暂的上升而已 而典型登革热的症状 包含突发性的高烧 头痛 腹痛 肌肉痛 关节痛 还会有出疹的现象 潜伏期则是3到8天 以台湾的环境来说 每年的10到11月 也是登革热的高峰时期 外出时可以穿着浅色的长寿 定期巡视积水物品 还有清扫 避免蚊子滋生 惹祸上升 TV月新闻 郑盛维西单词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